那已经怎么了 汪峰再次离婚 遗应张子怡 9月13日就在王菲利亚鹏 微博公开离婚消息的同时 娱乐圈中还有一个人 也选择了用微博的方式 宣告自己离婚了 他就是这一季 中国好声音的导师汪峰 由于和天后人际上存在着悬殊 汪峰离婚的消息 一开始便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 但很快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因为有消息称 汪峰离婚是因为张子怡 昨天在张子怡新片 非常幸运的上海发布会上 记者们问的最多的就是 他与汪峰的事 昨天有西安媒体 想在汪峰的演唱会上 找到有名字 想追访您跟汪峰的那种 大家在最后会的时候 很影响汪峰的感觉 谢谢 我让大家失望了 因为我没有在西安 我怎么会在西安 然后我是在上海 大家还是很关注 就是你跟汪峰好 的关注 面对记者们的步步紧别 大世界的国际章 都有些招架无力了 眼见逃不过此节 张子怡最终 还是对事件 做出了正面的回应 汪峰老师自己已经批咬了 你还需要我再多说什么吗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现在的心情就是 其实我跟在座的每一个朋友 都是一样的 我们大家都会有 收获爱情 看来面对传闻 当事人双方是拒不承认 但几句八卦精神的网友们 还是扒出了不少俩人 平凡相见的证据 令整个传闻越显 扑朔迷离 证据一 在好莱坞导演 鲁曼的微博上 曾晒过 分别与张子怡 汪峰的合影 从相片的背景上来看 两人是参加同一饭局 证据二 今年七月 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 自己在洛杉矶的街头 见到张子怡与汪峰 先手同行 而根据行程的安排 张子怡那几天 的确是在美国宣传 一代宗师 证据三 网络上流传着一张 汪峰打麻将的相片 而左边这位女子 被指是张子怡 证据四 今年七月底 张子怡与汪峰 一同去观看了 陈逊的演唱会 当天两人都戴了副 大黑光的眼镜 一起与Eason大方合影 究竟这两位看上去 毫无交集的明星 是好朋友 还是真恋人呢 不管怎样 小编还是抱着祝福的态度 这时代 还是很需要详醒爱情的